现在无法准确地考证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开始于什么时候 反正人们将山川湖泊 风雨雷电奉为神灵并顶礼膜拜 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种自然崇拜在有些民族中一直延续到现在 位于西藏阿里境内的马庞雍错 是青藏高原最著名的圣湖之一 马庞雍错坐落在港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 面积400多平方公里 湖面海拔4400米 湖水发源于港底斯山的溶雪 也是坐落在马庞雍错南侧的纳姆纳尼峰 纳姆纳尼峰海拔7694米 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著名高峰之一 纳姆纳尼峰东面的山脊被侵蚀得如同刀脊 形成了高差近2000米的峭壁 湖边上有许多远道而来转湖人的帐篷和汽车 转湖是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方式之一 围着马庞雍错转一圈 其路程约为八十公里 马庞雍错是圣湖 于是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磕长头 人们就这样一次次站起来 又一次次匐匐在地 藏传佛教认为 这种磕长头要达到十万次 才能得到这种修持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 海拔越高 紫外线越强 这是地球的特点 因此生活在这里的牧民 面部的肤色变成了雕塑般的黑红色 马庞雍错作为佛教朝拜的对象 他是神圣的 马庞雍错作为旅游的风景 他也是神圣的 因为在当今世界上 没有人会反对水是生命之权的观念 当水的存在直接关系到生命的时候 水就具有了神性 马庞雍错是永远的圣湖